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警察或是军人在火车上面随一室 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 就不要太紧张 午餐我们简单买了面包 跟他们的鹅肝块 法国的面包比意大利的好 这个黄色阶梯是众多网美来猛动 绝对不会错过的拍照顺利 这个中古世纪小镇不是很大 但是他们尽量原汁原味的保留着怀旧的样貌 不管是路灯或是商店招牌 都还是中古世纪的造型 这集影片要从意大利前往法国的蔚蓝海岸城镇 主要目的是要去拜访黄的朋友 我们就顺便在那里旅游一下 在这个地区有名的是坎城和尼斯 不过这些地方我都没去 这集要介绍的是朋友居住的城市猛洞 和一个中世纪小镇AIDS 那就让我们切入正题开始吧 我们现在到了意大利跟法国边界的城市 看现在又是一个大太阳的好天气 真的是太阳就是跟着我们走 希望这个周末也可以是这样都是好天气 我们先到一间超市 买一些小东西 因为毕竟是要去找他的朋友 要去他的家 所以不能两手空空的去 现在就赶快临时抱佛酒去超市买一些可以代表意大利的伴手礼 虽然他的朋友因为住在边界的关系 常常有时候会直接开车来意大利买东西 不过还是需要带一下东西 不可以带两串脚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是 在高单价带锁的酒柜里面竟然有一包一包的松子 显然在欧洲松子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偷的商品之一 从Bentimile到法国的这几站 会有非常多的警察跟军人 因为他们会担心有非法移民在穿越国界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很多警察或是军人在火车上面随时 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 就不要太紧张 如果他们真的有要求你给他们看证件 你就配合他们就好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啦 我们刚刚已经穿过了边界 现在我们在法国咧 现在要从Glacet变成Mercy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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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昨天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火车 终于从金贵德勒到了法国的边境 目前呢就是占住在朋友的家 因为是朋友的家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绍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他们家的阳台 这个是他们家的阳台 就在海的第一排 超厉害 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可以听到海浪拍打的声音 可是很可惜的是因为这边有一条马路 所以有时候车子也还是蛮吵的 不过 真的很漂亮 在台湾怕潮湿大多数的人都会避开海边的住宅 不过每天睡醒就可以看到这个景色是许多欧洲人梦寐以求的阳台首选 午餐我们简单买了面包跟他们的鹅肝块 法国的面包比意大利的好很多 这里可以买到好吃的面包 所以黄非常的开心 因为黄是爱吃面包的人 下午的时候我们散步到猛洞中心逛逛 猛洞因为和意大利相连 多数的商店员工都会说意大利语 所以在这里有非常多意大利游客 而最能代表猛洞的特产是 在这里的商店通常都在卖跟柠檬有关的商品 不管是柠檬本人 柠檬汁 加工食品 造型肥皂 居家用品 只要放上柠檬和猛洞的字样 就会是个不错的伴手礼 猛洞在二月底的时候 还会有一年一度的柠檬节 柠檬节在猛洞旧城西方的这个长行公园举办 在那个时候呢 会展出许多用柠檬堆叠而成的巨型雕像 就像这些 这条最热闹的商店街走到底之后 就会连接到码头 你喜欢打盘子吗? 在码头的这个地方是拍摄蒙洞的最佳角度 从这里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些五彩缤纷的房子 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呢? 蒙洞旧城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义室风格小镇 因为在过去这里也是意大利的一部分 如果想要拍到漂亮鲜艳的美照 最好是在上午的时候来 这样才不会被关喔 从码头这边可以清楚的看到 可以往上走到教堂的黄色阶梯 而这个黄色阶梯是众多网美来猛动 绝对不会错过的拍照顺利 经过一番研究后 我跟黄一致认为 只要拍摄者站在这个角落 拍出来的照片或是影片都很赞 大家记得来试试 都走到了顶端 当然要进去这个教堂看看 教堂里吊挂着数个水晶吊灯 让内部空间非常的明亮 在主祭坛的位置摆的不是耶稣或是圣母的雕像 而是大天使Miguel 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接着我们就穿梭在旧城区里面的狭窄巷道中 前往朋友推荐我们必须去的一个另类景点 在过去因为猛动天气宜人空气好 据说对肺结和治疗相当有帮助 在19世纪末时有非常多富有的患者移居到此地休养 但好空气也不是什么仙丹 还是有很多人因病过世 所以在这个墓园可以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姓氏 以及朴实与华丽的墓碑形成强烈的对比 比较有名的是橄榄球的创始人也埋葬于此 所以如果在其中一个墓碑前面有一堆球衣和橄榄球 也不要觉得奇怪哦 在墓园入口处的斜对面是一个视野不错的观景台 从墓园旁的马路顺顺往下走就可以再接到这些可爱的小马路 这里有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小机女 猛洞就介绍到这里 我会在下方资讯栏放上猛洞的步行地图 照着这个路线走就会经过每个重要景点咯 接下来要介绍在尼斯与摩纳哥之间的中古世纪小镇AIDS 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坐火车都可以轻松到达 不过因为火车站是在海岸边而小镇则是在山丘上 所以如果你是坐火车来则需要走上这条耗时约一个小时的尼采小路 不想走的话可以坐公车直达上方的小镇 这段路都是这种石头组成的步道 所以穿着适当的鞋子并且戴上足够的水相当的重要 我看蛮多人说走一走那个石头会滑 然后就可能会扭到脚 所以要小心 虽然我不会说这段路走起来很轻松 但是沿途的风景还是非常的美 小一点才是 很可爱 因为是点开心话 被这个比腰带的比腰带 哦妈妈来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去哪里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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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看哎妈妈妈很忙 哦好可爱哦 就是这个人在这里一边走路一边想 然后我们现在才需要读这么多书 我不用读啦学浙学的人要读 经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了小镇的路口啦 这个是你的楼子吗 是免费的 这个中古世纪小镇不是很大 但是他们尽量原汁原味的保留着怀旧的样貌 不管是路灯或是商店招牌都还是中古世纪的造型 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看不像中古世纪的 小心 在AIDS的顶端有一个仙人掌植物园 是来这里的人一定会参观的景点 承认票价是5欧元 这边则是要遵守的入场规范 然后可以吗 会吗 那么八口八口要这样 然后要让它堵 然后你就可以撞 对 这个竹物园我觉得蛮大的 有很多区域可以逛 而且这里的仙人掌都长得头好壮壮 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用心的在照顾这些植物 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美在这里拍照 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位在拍照时请小心 因为在这里的植物都很刺 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就被划伤 请稳定了 其实后面给你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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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know i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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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啦 下集要带大家去看看 紫醉金迷富有到国民都不用缴税的 君主立宪小国 摩纳哥 好的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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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